嗨,WebredX for Summit 我平常的工作內容是建模、雕刻還有一些產品渲染 那這一集我會和你分享我工作中摸索出最重要的三個 提升工作效率的Band技巧或者說是工作習慣 希望能對你也有些幫助 第一個想和你分享的是三式圖的製作 不管是設計過程中確認造型 還是最後提給客戶的提案文件 三式圖都是一個必須的東西 好,那如果是單一的物件 我們平常用ShiftD 或者是AltD AltD就會變成一個關聯的複製 這樣子弄出來,旋轉擺放一下 擺成一個三式圖,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是缺點也會很明顯嘛 如果我們廠上是很多物體的組合 我們這樣子複製數三式圖在這個列表 就會變得非常亂嘛 亂就算了 那如果我們還是有鏈接的AltD這種情況 這個link在複製修改的過程之中 就很容易變成一團混亂 然後可能它就會叫你哪些能動 哪些不能動的 那這種情況下 我們collection的管理就非常重要了嘛 分類這個各個層級啊 除了找東西方便之外 最棒的是能夠使用collection instance這種好東西 沒錯,instance又出現了 之前我有做過其他instancing實地化的影片 等等呢 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去複習一下 那這一次呢 就用我這個最近做的個人專案來當範例吧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 我是怎麼來分類這些場景物件的 我們先來看我們這個本體 它身上有很多物件嘛 然後有的可能之間還有一些關聯 那我這裡呢 其實就是簡單的把它分成了 這個總合集 airhorn這個合集 所有的物體都在這個合集裡面 那只有這個和它是綁在一起的 因為我要做動畫 那最後呢 還有一個label 就是這些標啊 一些文字標 我是把它單獨的拿出來做一個collection 很重要的是 這個標其實 你有看到它是和這個瓶子連在一起的 但是它為什麼又可以存在這裡呢 因為它其實不影響 它綁在這個東西上面 也就是說 這些標 在瓶子上面的標 在這 你可以看到它變成灰色的嘛 因為這些灰色的東西 它其實本體是在這個label裡面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們之間是有關聯的 這個物體它是被綁在瓶子上的 但是它的collection 真正的collection是在上面 所以呢 其實我要開關這些collection 它可以被我控制 對它其實沒有很複雜 就只是這樣子簡單的幾個層級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弄得乾乾淨淨了 是不是非常讚 好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重頭戲 我們的這個三式圖 是怎麼被collection做出來的 Shift A 我們這裡可以看到有一個collection instance 還記得我們剛做的那個總層級吧 就是這個airhorn 整支這支槍 和這些label 全部整包的這個collection 這個總合級 所以我們用collection instance 做出來的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看一下 它就大概長這樣 它後面會有一個 像是打包起來的一個小箱子 這種感覺 這就是一個箱子 那這些也都是箱子 所以這幾個東西 都是和本體關聯在一起的 那通常除了三四圖以外 如果畫面還有空間 我還會再放一個 就是有轉角度的 就是讓看的人可以更清楚 知道這個東西在幹嘛 然後這邊也可以標尺寸啊什麼的 那我說這個東西好在哪呢 你就可以看我有做動畫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些連動的部分 它就確確實實就是照著原本 它怎麼動就怎麼動 那你想要在額外加的東西 就不要把它放在這裡面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做好了一個 既保留了彈性 那又會同步更新的一個三四圖嘛 對吧 像是我現在這樣子 隨時我想要修改 我們的物體 它是不是所有的三四圖 就是你設定好了 就不需要再去動它 我們東西還是可以繼續做 而且管理物件啊 我們就只需要 放進去或是丟出collection 對吧 因為譬如說我這個喇叭 我不想要在這裡了 我就直接把它從這裡給它丟出去 就再也不會出現在這裡了 對吧 我們這個label會想要先把它關掉 那你雖然現在看到這個廠上 它還是會顯示出來對不對 但是你只要這個總合集底下 的東西被你關掉了 那你現在按Render 其實你這個三四圖 它本體沒有的東西 這三個東西就也不會有 所以你就知道這東西管理起來 有多方便對吧 開開關關 多棒 好 那這個三四圖就講到這裡 第二個我想要和你介紹的是 Q快捷鍵 我相信大多數的人都知道 Quick Favorites 這麼一個功能 如果你還沒有使用的話 我真的強烈推薦你去試一試 我們的工作流中 使用頻率最高的那些功能 就通通把它裝進Q鍵裡面吧 這裡呢 我就和你分享一些我比較常用的 使用的體驗和效率的提升 真的會很有感 那像是各個功能區都會有 各自你常用的東西嘛 那所以各個地方呢 你用的Q鍵裡的東西也會不一樣 像是修改器 這裡呢 我就會放一些我喜歡平常用的 Subdivision 這個最常用嘛 還有布林啊 或是Solidify 也可以加一下 因為不然現在這種新版的 我通常都是直接search 你看我就按了這麼多鍵 和我直接按Q 拿一個塊 對吧 顯得意見 再來就是物件編輯 物件編輯 我這裡會放一些merge by distance 就是一些輕東西的 那這個face orientation 這個看normal 這是3D定義非常需要 常用到的功能 或者是雕刻 雕刻 我們做雕刻 我這裡呢 會放一些mask系列的東西 因為mask的東西它藏在裡面 在上面這裡面 而且它很多個 但是其實你平常會用到的也沒那麼多個 通常呢 這個mask什麼grow啊 shrink smooth 這個smooth啊 就是會需要很多次 然後你在這邊按 很多次 或者是你這樣Q按Q按Q按 其實都可以看你喜歡 那再來呢 除了這些原聲的功能啊 其實插件裡面 它只要是個按鈕或是選單 你通通都可以加進去 像是呢 這個jscope裡面不是有remesh嗎 這個我也有把它加到quickfavorites裡面 然後或者是這個whole tools 裡面的這個theme 我也把它加到了quickfavorites裡面 這個需要一個白底的截圖的時候 非常使用啊 我表演給你看 你看這個preset就是這個東西 這是插件裡面的一個選單喔 那我可以直接這樣把它選printfriendly 對吧 然後我在這裡截圖 我是不是就獲得了一個白底的截圖了 然後呢 截完圖我們再把它換回來 哇 多方便 對吧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Q鍵 對工作來說是 多方便的一件事情 就看你怎麼使用了 好的 那最後第三個是關於出圖的 clay render 我們可以換個文件來看看好了 我想你應該已經看腋這個東西了 好 我們換了一個新的檔案 這裡呢 一樣有一個3view相機 然後也有一個3view的collection 我要講的這個clay render啊 就是不知道你有沒有碰過這種情況 我已經上好了模型的材質了 就像現在這樣子 但我們現在又突然需要出一個單色的 單色的全部單色的clay render 來確認形體 那這個時候我們該怎麼辦 這裡呢 我可以給你提供兩個辦法 一個就是workbench render 和override material 那workbench呢 其實就是我們平常雕刻的時候 用的這個啦 這個matcap 這個材質的顏色 我們可以在這裡 viewport display這裡調整 在這裡調整 在真正要出圖的這裡 workbench裡面 然後這些選單和這裡的是兩回事 就是一切都會渲染得非常快 基本上就是幾秒鐘就好了 特別適合初期要確認形體的時候來使用 那剛剛講到第二個方法就是override material嘛 那這個呢 是用cycles渲染 在維持這個一切都保持不變的情況下 這種時候要出單色 我們可以在這裡 這個viewlayer 這個選單裡面 這裡有一個override 我們這裡呢 可以給他填一個材質 那你只要在這裡填的材質呢 就是木會讓全場景都用這個材質 就可以達到在環境光影 和你自己設定的打光都不變的情況下 獲得一個單色的clay render 那通常我會用桃泥啊 或是食材之類的材質來做這種圖 這樣才真的是clay嘛 讓人看得乾乾淨淨 然後形體什麼的都會比較清楚 workbench和override material我都很常用 所以就看使用的需求 這個單色render 搭配三式圖的出圖 那就是我日常工作 最常使用到的這個流程啊 那至於blender的3D列印啊 之前我有做過一集專題的內容 如果你有興趣 也可以點這裡 等一等去看一下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啦 希望對你有一些幫助 我是三米 我在宣傳Wilders 一起玩blender和3D列印吧 我們下次見 Bye